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加奥系列课程时间,我是威哥 跟着威哥走,吃喝啥豆油,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课程第20讲 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家里面这个负值运算符和关系运算符 OK,好,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 好,我们先看这个大纲,就是这两点了 第一个是负值运算符,都有哪些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关系运算符,都有哪些符号 OK,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负值运算符,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这个 我简单列出来一个表格,我们那些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作用是将一个值呢,附给另一个变量,是吧 然后呢,运算呢,这个顺序是从右到左来进行运算的 从右到左 比如说我们有哪些运算符呢 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等号 等号我们之前用过了,是吧 就叫,实际上这个符号就是一个负值 负值运算符 就那意思 就把一个数,把左边的一个值,负给右边的,把右边的一个值 说法了,把右边的一个值,负给了左边这个变量,这个意思 不是相,不是比较等的意思,是吧 我们数学里面好像是等是比较的意思,是吧 对 这是这里呢,是负值的意思,OK 是这样的,这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前面就这么难写的 AV哥,你看我看下面这个 就是说一个加等 怎么又变成一个,多说一个加等 等号还好理解一些 加等之后,A怎么又变成5了 你先看到这个实例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两个操作符,连在一起的是吧 对不对,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对吧 好,我们一边来写这个例子 一边来给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这个 两个操作符里面的这个运算的原理 OK 好,我们打开我们这个第20讲 我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个 assign operator 这个是负值运算符,这个实例 我们打开 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变量A,是吧 等于多少,10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变量B A等于5吧,假如说 OK 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是,这就是等号负值是吧 把右边的负给左边的这个变量是吧 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现在用两个连在一起的这个操作符是吧 比如说A,加等于B 是吧 A,加等于B 实际上A,加等于B 实际上A,加等于B 就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A,等于A,加,B 哦 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一种A,加等于B 就是A等于A加B的一种简写的方式 简写的吧 对,简写的方式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输出这个A 应该是多少 A15 A是多少,我们编译一下 A是15 没错吧 是这样的 那好 那我们再切回到这个PPT 那其他的这个操作符呢 是不是同理啊 简 是不是等于 就是说 当前这个是简 等于 比如说A,简等于B 那就是A等于A,简B 对吧 这是同理的 乘就是 比如说A,乘等于B 就是A等于A,乘等于B 对吧 类似其他都是一样的 OK OK 那个 你说这个负值运算符 是不是只能对这个 就是说 数值类型的变量进行运算 哦 数值类型的变量进行运算是吧 对啊 好,那我们前面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 八种基本数据类型 是啊 那八种基本数据类型里面呢 其中有分为这个 三类是吧 三大类 对不对 我们第一类呢 就是这个数值类型的 是吧 数值类型的呢 我们都有什么呀 都有这个 int short long double 还有这个 float 对吧 float这些啊 还有byte 对吧 都是属于这个数值 数值类型的 还有这个差是制服类型的 对吧 还有一个是这个 布尔类型的 地头的 然后裔类型这个呢 就不能计算了 如果是如果是制服类型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跟这个数值类型进行向加的 制服也能加 哎,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变量叫 X等于比如说还是等于5 OK 还是等于5 然后我第一个X变量等于A A我们知道多少 A是97 97是吧 A97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再用这个结果 X比如说加等于C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不可以吧 好像不可以是吧 好 我们输出一下 X OK 编译没有你吧 好 输出来是多少 这样也可以 120 对 这就是这个X是硬的类型是吧 然后加上这个X是 C是这个制服类型的 对不对 然后它俩加起来等于102 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什么原理呢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知道这个制服啊 C它可以转换成对应的它的什么 ASK码 对吧 对应的ASK码 那A的ASK码是 97 对吧 97它在跟整数进行运算的时候 刚好加上5才是多少 102 对所以说这个X打印出来就是102 这样也可以啊 哎 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制服来打印的话 那它就是会输出一个制服 应该是 哦 OK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负值运算符 好吧 其他的都是同理 嗯 同理 好 最会懂 我们看第二个 关系运算符 那么在关系运算符的作用呢 是比较两边的这个操作数 结果呢 总是不耳带性 也就是说 在关系运算符里面 得出的结果永远是不耳带性 就是真或者是假 两种结果 对吧 关系的 对 我们的触跟force OK 好 那如果我们要去比较两个数 是否相等 这个时候用的是双等 表示比较两个数 是否相等 双等 对 要用到双等 OK 好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那这个呢 我们就打开 第二个我们这个 关系运算符的这样一个 我先建好这个加累 叫relational 打开 好 那假如说 我们呢 来输出一个 我们就直接输出了 直接输出 定义下也行吧 OK 比如说定义一个整数 a等于有十吧 还是的 b等于20 对吧 OK 然后我们呢 再定义一个 c 是不是一个布尔值 布尔值的一个变量 这个叫 比较布尔 应该等于 我就应该 判断这两个字 是否 相等 相等 是吗 是否相等 我应该怎么比较呢 它反过是布尔值 那我直接输出好了 好 不论的 打出谁呀 这个是 a 等于 b 你说输出的结果是 不相等 不相等 对吧 不相等 它应该输出的是 是false 对吧 输出的结果 就是这个false 就是同理 同理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 我们再输出 a 比较大于b a大于b吗 a不大于b 也是不大于b 对吧 也是false吧 OK 也是false 同理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给大家 就简单 练习几个 比如说 a不等于b 这个呢 这个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是吧 对 OK 是 true 你看 就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 还有什么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这跟我们数学上 是一样的 OK 是同理的 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简单的一个 关系运算服务 应该大家在学习数学的时候 应该都是 都知道这样一个运算服了 对吧 除非你这个 数学老师是 体育老师代老师代 OK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